一箱箱的包裹打开 西伯包装中有满满的叶子 这些都是二级毒品恰特草 从事美容液的核性嫌犯 以染剂的名义将恰特草走私来台 再以茶叶的包装寄到欧洲贩售 经调查并未流入台湾市场 这次的海关拦截 总共茶扣了134公斤 市值约1000万台币 警方首次在台茶货的新形态 毒品恰特草是没有添加物的天然植物 含有二级毒品卡锡桶成分 食用后会有新粉和迷幻作用 可以泡茶饮用或是直接嚼食 但食用后七到八小时就会有失落感 原产地位伊索比亚 警方将持续扩大侦办 追查其他毒品流向 刑事警察局日前接获财政部官务署通报 大陆海关气势局 发现一批来自伊索比亚 过境大陆将转运至台湾的国际包裹 疑似有新形态的毒品恰特草 经过开箱检视 以及到嫌犯的家中 进行搜索 总计查获含有二级卡锡桶毒品反应的 恰特草134公斤 并且查获核性正性嫌犯两人盗案 然后就发现一些加价格的权料